台系前基本功热身 要刚揉并济 身段也得磨练 举手 投足 细细琢磨 盘长特地从厦门请来京剧教授指导 手腕提起来 客家系其实他们身段没有那么多 但是在郑院长的领导之下 客家系完全不一样 让客家采茶戏有心风华 还有个关键 表演者年轻化了 传统一丑二段的采茶戏 只有荣幸客家采茶剧团 还能完成演出 老戏码 老演员 老观众 一度让客家大戏的舞台越来越少 应该是18岁的姑娘 应该是 可是看到的是58岁的人在演 那也是没办法 那也是断层 而现在18岁的姑娘 就是18岁的模样 十几二十岁的孩子愿意唱戏 心血轮带入新力量 不是客家人的举手 哇 真的 近半耶 好了 放下 可是刚刚明明就是客家 我讲很好 客家歌唱得很好啊 因为他们很努力 学得很快 是的 很好的案子 你学得很快 用心重现阿嬷的采茶戏 郑荣欣以此安慰 被误解的失落 十月登上国家戏剧院 继续为客家采茶戏 找更多之音 平均年明只有20岁的 客家采茶剧团 让一个几乎快要凋零的戏种 重新的生机盎然 也让我们看到了 有围者易若是 刻骨环境 漂亮的全鸡蛋 有好的案子 以你爱动传心 有好的案子 以你爱动传心